半 半這裡是側封過去 然後短短的一束 然後過來以後這邊很小 那這邊就很大 然後這很好笑是 這撇過來 折過來以後 到這邊用力齊比上去 然後從這邊帶上去以後 從這邊繞下來 就繞出一大坨 下來以後出馬上迅速變細 然後後面稍微停住 那所以這一段變得非常出氣 這裡面應該有交錯 包含撇的交錯 繞上去的交錯 和拉下來的交錯 所以交錯的部位非常的多 那如果要顯成這樣 也要想盡辦法 剛才講說這個比較方 然後這個比較圓近 但是它短 然後上來右邊的半要寫的比較大 第一個是繞過去的 第二個它是重新起筆 所以它有方切的感覺 然後再滑過來 好那這裡就是要戴上去 我們剛才講說 當你在戴的過程中 它經常在裡面行走 可是你卻看不到 因為你沒有看它怎麼寫 然後下以後你就發現 欸 所以西瓜上面怎麼有一坨 那這一坨其實是因為 互相纏繞所繞成的結果 好 辦